我要去做筆錄 我的天啊 我也要追 很糟糕 一看就是假的 好扯喔 穿紅衣的晨星婦人 帶百元美鈔到銀行 兌換台幣 卻被櫃員通報是假鈔 很久以前我在上班的時候 客人包的紅包 我一放 放到現在 婦人滿臉無奈 說兩張百元美鈔 是五年多前在餐廳當服務生 客人給了小費 沒想到竟是假鈔 因為她就是圓拉一疊 然後說兩張給我 所以我都不敢用 剛好我這次要出國 仔細看看這兩張 假美鈔跟真美鈔對比 假鈔表面平滑 色澤明顯又落差 防衛設計和鈔票質感 也跟真鈔差很大 它的印刷是非常平整 那真鈔的部分 它下面是浮雕印刷 它的視覺差異是很大的 你可以看得到 非常清楚的立體感 偽鈔的部分 它的視覺差異就很小 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個顏色 原以為碰到出手 很闊氣的好客人 結果卻是騙局一場 尤其外幣難以辨別真偽 富人收了想兌換台幣 才驚覺被騙 還得跑警局做筆錄 真的好倒楣 據說網家慶高雄報導 敬開動 鐬獄 敬破